说内蒙古某派出所上个月救助了一只突救 喂了一段时间就把他放生了 可是前天民警在巡逻时 他一路跟随警车又回来了 民警只好继续喂他 可是为了养他 民警们每天要投喂六斤肉 伙食费达到150元 这伙食比小编我还贵呢 下回给他吃点青菜他就不爱呆了 说最近南京养鸡户张女士家的鸡多次被盗 被捕后嫌疑人宋某交代 年关临近 他想偷几只鸡给领导送礼 于是动起了歪脑筋 多亏没送成这礼 要不然领导恐怕有嚣张嫌疑 说英国一名42岁的驾考司机 在理论考试中连续挂科157次 共花费了32,000元费用 所幸终于在第158次顺利通过考试 据统计在过去10年间 英国20位最差理论考试司机 总共考试679次 缴纳费用达数十万元 这件事再次证明 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不是 那可能是失败的次数不够多 说四川一病一对小夫妻 刚刚成为新手爸妈 没想到产后出院的时候 两个人竟然把孩子忘在了医院 据孩子爸爸介绍 因为每次去运检都是两个人 突然多出一个宝宝 一时间还有点没习惯 当天办完出院手续后 他俩就走了 直到护士给他们打电话 才发现把孩子忘在医院了 据小编猜测 出院之前夫妻俩可能喝了两杯忘仔牛奶 说近日印度某村庄正在举行婚礼 婚礼开始前 新郎却提前逃跑 引起了混乱 原来新郎有一名秘密女友 女友曾威胁要出现在婚礼现场 并服毒自杀 新郎逃跑后 新娘在婚礼现场哭泣 令人惊讶的是 这时候婚礼上一位来宾表示 愿意同新娘结婚 最后在女方家属认可下 两人喜结连礼 这可能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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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